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一个普通飞行员》 如何发家之父走上人生巅峰的故事 年轻帅气的希尔是一名飞行技术十分出色的飞行员 开飞机总是无聊的 他趁着同伴睡着之际 故意在飞机上搞鬼 制造气流颠簸的假象 对全飞机的人作恶作剧 作为飞行员的他让很多人都十分的羡慕 这份职业光鲜亮丽而且收入还高 对于希尔来说 他早已厌绝了这样的生活 尽管再疲惫都要对着乘客微笑 欢迎成绩,欢迎离开 希尔已经不记得自己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假笑的了 他敷衍自己的工作 私生活变得不依赖不堪 对飞行失去了原有的热情 甚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变 干起了走私的勾当 可能这一切都要归于他的郁郁不得志 时间一长就自我放逐了 再小心的事情都会被人发现 一天希尔在酒吧喝酒 中情局的人找到他 中情局的蒙迪对希尔的经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们现在很需要像希尔这样的人 身怀绝技 确责不到重用 一旦有人重视他 他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 蒙迪带着他去飞机仓库 这是一架性能好速度快的小型飞机 看见这样的飞机 让希尔这个飞机迷十分的兴奋 这架飞机来自于一个名叫IAC的组织 他们要求希尔在下班时间为他们服务 去危险的地方搜集必要的情报 对新飞机爱不释手的希尔 什么都没有想就加入了这个组织 他的曹帅决定引来了妻子的不满 虽然现在希尔的工作十分的无趣 却能养家糊口 妻子很不赞成加入这个组织 甚至觉得这个组织具有一定的欺骗性 可希尔并不这么认为 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中情局的工作当中 走南闯北 穿越千个林弹雨 为他们搜集情报 希尔出色的表现 得到了中情局的赞赏 同时也成为他家家的筹码 毕竟他为生计所迫 家里迎来了二胎 对于他的要求 蒙蒂虽然有些吃力 但还是答应了他 谁让他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 下一个计划去巴纳马 那里有一个上校 他向美国出售情报 希尔只需要和那个上校接上头 将情报带出来 事情进行得十分顺利 希尔干这一行已经一年了 再次的任务中 他被毒枭给盯上 他们希望和希尔合作 这么多年以来 毒枭们一直致力于制毒贩毒 可制毒的难题攻克了 贩毒的难题始终没有任何突破 他们试过很多的方法 都难以突破美国的侦察圈 他们希望希尔利用他的便捷 将可卡印送往美国 希尔也不会白干 每公斤支付他2000美金 这和中情局的报酬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这不禁让希尔心动 尽管困难重重 希尔还是决定铤而走险 第一次的运货量就达到了300公斤 飞机起飞也是一个问题 一大群人将飞机推到山上 以此来拉长跑道 希尔也不负众望将飞机开了起来 这也意味着希尔的巨额报酬即将到手 马上他就能成为小富翁 他躲开空中的层层监控 成功将毒品送到 毒贩也信守承诺 给了他巨额报酬 希尔在毒贤的老巢里庆祝 很不幸的是 遇受了政府军 毒贤细数被政府军带走 希尔也不例外 然而毒贤们大摇大摆地从监狱里走出来 希尔则成为奸下囚 在肮脏的监狱里面等待着被救援 还好 蒙迪并没有忘记他 来到监狱看他 自从希尔干起了毒品交易 他就再也不是中情局的人了 中情局不但不想救他 反而要将他的家人带走巡化 为了不让家人受牵连 他现在要完全听从蒙迪的建议 首先是让自己的家人离开路易斯安那州 到达另外一个州避风头 希尔这一刻都不能耽误 赶快赶到家里打包行囊 其次很是不理解希尔的行为 为什么大半夜要背井离乡 开启逃亡生涯 其次怎么样都拗不过希尔 只好打包行李离开 希尔和家人来到一个叫梅娜的小镇 小镇远离城市的喧嚣 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 希尔在一座房子前停下 这里和原来的房子根本就没有办法比 这倒是让女儿有了和大自然亲近的机会 妻子满是嫌弃 她不理解丈夫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希尔将家人安顿好后 就和蒙迪离开了 蒙迪为他买了一个小型机场 让他在这里继续为政府工作 为尼加瓜拉反抗军运送武器 蒙迪已经为他解决了所有的文件 以及能够避开他们眼线行驶的路线图 让他能够畅通无阻地完成任务 傍晚 希尔带着晚餐匆匆回到家里 面对妻子的指责 希尔没有一句解释 为了安抚妻子 她直接将毒贩赚来的钱扔到她的面前 妻子对钱的来历十分的怀疑 但希尔说 是为了中情局服务就放下了截心 希尔按照决定来到了反抗军的部落 这里的物资严重匮乏 希尔一架飞机 身上的所有东西都被搜刮走了 甚至比他送去的枪支更为感兴趣 吃一剑长一只 希尔再次来到反抗军这里 手里不仅多了一根棒球棍 还给那些野蛮人带去了很多的礼物 希尔在那里遇到了旧枪时 他在这里遇到了毒枭乔治 他们想让希尔为其他的毒枭 运送枪支和可卡因 世界上最赚钱的贸易往来 都掌握在希尔的手里 生意越做越大 他也越来越有钱 蒙蒂再次找到希尔 希望他能带反抗军来梅娜 接受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 尽管难度极大 但希尔还是同意了 分批一次一次将人送到梅娜 人数越来越多 管理上也是一个问题 这让希尔苦不堪言 自从希尔来到镇上 大量的圈地 他给小镇的人丰厚的利益 小镇上的人 没有一个怀疑希尔的 希尔将大量的资金存入银行 很快他就成为小镇的首富 希尔的事业蒸蒸日上 家里到处都摆卖了现金 好几家银行都有他的存款 他也为小镇投资 使得人人都成为CEO 与此同时 和毒枭们的交往 也越来越密切 生活也像他们一样空虚米烂 但希尔享受其中 他的生活再也不受金钱的限制 希尔混得不好的小舅子 来投靠他 他安排小舅子 在这里打扫卫生 现在的希尔最烦恼的就是 不知道将赚了钱放在哪里 因为家里到处都已经是钱了 他只要看到钱就很头疼 小舅子是一个不争气的家伙 在姐姐家住了几天 就自自拿希尔的钱 买了辆炫火的车 还带着未成年妹子约会 希尔告诫小舅子 即使钱再多也不能这样做 在此执行任务中遇到了麻烦 基督警察在天空中 对他们的飞机围追阻截 不过经过一个晚上的飞行 他们成功将基督警察的飞机 燃油耗尽了 因此才成功躲过一劫 希尔的地区移动 早已经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怀疑 警方开始调查他的账户 希尔并不知道收敛 还在不停地往银行里存钱 联邦调查员的探员来到梅纳镇 小小的城镇上居然有四个银行 并且每一个人都开着豪车 希尔再一次在天上遇到了麻烦 这一次盯上他的是美国边境巡逻队 他们要求希尔马上降落接受检查 希尔可不能被他随便给抓到 他寄紧了安全带 再次利用他出色的飞行技巧 超低空飞行准备逃离 很不幸的是他太相信自己的技术了 而造成了严重的事故 他的飞机撞回了一户人家的后院 他丢下飞机落荒而逃 留下飞机里面数量惊人的毒品 并且还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这样蒙迪十分的气愤 希尔再次跑路 他离开了梅纳 到你家挂拉去 小舅子也找了麻烦 被警察给带走 希尔既要和毒枭谈生意 又要回家给小舅子收拾烂摊子 还要和联邦调查局周旋 简直是把他整得焦头烂额 不管怎样 他和小舅子还是一家人 他必须要帮他免受牢狱之灾 可是小舅子并不领轻 还埋怨他抛弃了家人 这个孩子真是不能惯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希尔让小舅子开自己的车离开 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也不要回来 却没想到车被炸毁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他害怕有一天 自己会遭受同样的下场 中情局要把反抗军送回家 希尔族间的训练营失去了作用 同时也就失去了保护散 蒙迪开始清理关于希尔的一切资料 同时希尔也得清理这一切 警察的动作十分迅速 希尔被抓了起来 他想找蒙迪证明自己是中情局的人 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 蒙迪这个人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希尔被指控 枪支 走私 贩毒 可是女长官接了一通电话 就将希尔给释放了 希尔原本以为 这一切都是在蒙迪在帮他 可带他离开的人根本就不是蒙迪 希尔一头雾水 究竟是谁将他救了出来呢 稀里糊涂之下 他被带到白宫 基督处的人和诺德上校发生了争执 诺德想要证明 有些人参与了贩毒 为什么会牵连到希尔 因为他送货 就是能够铲除犯罪集团 他们再次邀请希尔加入 希尔也为了能够拜托自己的牢狱之灾 答应为白宫工作 他驾驶一架飞机来到毒枭的老巢 内部可不是那么好进去的 在外围有一支军队护航 一下子飞机就被他们给带走了 老朋友乔治 见到希尔 直接让他们开枪打死他 这一下可吓坏了希尔 好在乔治只是开玩笑 没有动真格的 他见到毒枭头子 毒枭对他现在的身份有些怀疑 经过几番试探 终于相信他 还是原来那个贪财的希尔 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希尔将他们贩毒的过程 拍得一清二楚 很快这些照片 就在电视上给公开了 白宫借此炫耀自己的政绩 完全忘记了 还要顾及希尔的安危 现在他时时刻刻 都要提防犯罪分子的报复 希尔被白宫彻彻底底的坑了 联邦调查局的人 要将他们所有财产没收 希尔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朝回到解放前 希尔一家人 好好享受了几天安静美好的生活 之后就严真地看着自己被抄家 现在的希尔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让家人安全地生活 能够实践这一切的方法 只有自己去坐牢 只有这样一切才能好起来 他们才能重新开始美好的生活 政府只盼了他 一千个小时的社会服役 就将他给释放了 出来的希尔开始和独销周旋 他在旅店里面 用摄像机记录自己的过往经历 每天出门他都是小心翼翼的 开车总是让周围的人退散 生怕哪一天 自己的车子也会炸掉 而殃及姑姑 希尔在白天的时候 会穿梭于各大旅店 拍摄自己的传记 晚上则会回到军队旅馆去叫 这是法律规定的 有时候还会给同住的人带些酒 和那里的人混得很不错 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回到旅店 很不幸的是 他被毒枭的人找到 希尔死去后 一切归为平静 希尔的妻子带着他们的孩子 在一个小镇子上开始了新的生活 而曾经指挥希尔他们做事的人 全部都加官进爵 开始了新的政治生涯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电影 美国行动 通过希尔的人生轨迹 为我们展示了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虽说希尔经不起诱惑 走上贩毒之路 最后死于非命 也是他咎由自取 其实从中情局找到希尔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特工 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做事 没有坚强的意识之称 自然抵不过来自各方的诱惑 希尔完完全全沦为一个被告侠 对此我只能说不能过于贪心 人生知足常乐 吃的太多 有可能会把自己给噎到 老油条我十分推荐本片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